我对他来说 大而化之他比较不会剥离心 比较不会猜疑和埋怨别人 对他的人际关系比较好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Hello大家好 我是白鱼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有的人觉得生活已经太辛苦了 如果能够简化生活 在简简单单中 才能精炼出生活中的智慧 或者是生活变得更有美感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二星座中 喜欢简单直接的事情 最怕麻烦的星座 前三名到底有谁呢 第三名巨蝎座 巨蝎座呢 他本身对于生活 或者是对于身边的 比如说交朋友啦 发生任何事情啦 居家的一些 比如说居家管理 整理事情啊 他都希望简单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面住着一个 像大海一样澎湃的人 怎么说呢 巨蝎本身就是月亮守护嘛 月亮的话 他比较有情绪的敏感性啊 或者说喜欢照顾人啊 或者说他有时候看事情比较透彻 所以他对事情的担心度也是有点高 这样啊 别人会觉得 巨蝎其实本身就是庸人自扰情绪化的人嘛 这样说也是不无道理 但是真正的原因呢 是巨蝎希望把每件事情都可以掌控好 把每件事情都可以提前准备好 执行的比较好 然后结果也可以到达自己预期的方向哦 在这种很想把每件事情做好 但是呢 心思又很细腻敏感的状况下 哎 好像生活不知不觉就麻烦了起来 复杂了起来 人也觉得有一点压力 有一点辛苦哦 在这种状况下 巨蝎当然慢慢的透过生活啊 或者是关系的这种经历啊 他开始喜欢上简单的生活了 第一就是要公平 你来我往 或者说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是不是美的事情就可以疗愈人心呢 比如说像是环境不够整洁啊 或者说东西没有整理好之外 味道也不好闻 这种状况下就是没有美感 就是不够简单的 因为美嘛 就是一目了然 干干净净 心里面觉得很舒服 这就是简单 所以对于巨蝎来说 简单就是一种感觉啦 所以从这地方看出来呢 巨蝎不怕麻烦 他害怕的是 他不知道什么事情 从什么地方入手 那如果他知道 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然后他也知道该怎么解决 那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也就是简单的事情了 总的来说 够美 够舒服 感觉对 然后事情有解决的方向 对于巨蝎来说 就是简单不麻烦的事哦 巨蝎座喜欢简单 怕麻烦的原因 现在麻烦 那未来不是更麻烦吗 第二名 天蝎座 天蝎座对于周遭的事情呢 他其实天蝎放的比较广 也就是说不到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的事情 他是不会去细心观察 然后投入他的精力去处理 所以在这个方面 天蝎虽然他是阴性的 然后比较居安思维的个性 但是呢 面对周遭的事情 他尽量让自己大而化之 那大而化之有几个优点哦 对他来说 大而化之他比较不会剥离心 比较不会猜疑和埋怨别人 对他的人际关系比较好哦 接下来呢 大而化之的状况 他比较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收拢回来 对那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比较重要的人 投注更多的精力哦 所以天蝎座 对于事情来说 他是以时间成本 和以情感成本来去计算的 如果投入的时间多 投入的情感多 那这件事情 最好不要让他复杂 这样天蝎座才不会没有安全感 然后让事情变得 从心里面复杂起来哦 那天蝎其实蛮了解自己的 所以他很会去换位思考 比如说 也许别人不是这样想的啊 让自己不要想太多 或者说 也许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找一个时间点去转还他 化危机为动力 化危机为转机 这样不就好了吗 我觉得天蝎座 尤其在处理麻烦的事情 他很容易有正向的思维 把麻烦的事情简单化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 我们所有星座去学习的哦 天蝎座喜欢简单怕麻烦的原因 不喜欢就拒绝得很爽快 我们来看 第一名最怕麻烦的星座就是 母羊座 母羊座对于一件事情的认知啊 并不像他的行为 或者是行动一样冲的那么快哦 他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是有lag的 就是他的认知有点偏慢 也许他话已经说出来了 决定也做完了 但是等到他确认这个人这件事 是什么状况的时候 哇其实已经过了很久延迟很久了 所以常常母羊会处于一种后悔啊 或者说啊当初我怎么这么傻 我瞎了眼 还是我自己整个变笨了 才会做这样的决定 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当然啦母羊也不是吃素的 他经历很多事情之后 也会吃一切长一致哦 在这种状况下 他内心慢慢的会变得细腻起来 这种细腻会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向就是 他开始关心别人在关心什么 当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的时候 他就觉得一件事情开始变得简单了 第二就是他在寻找风险 如果一件事情 他知道怎么做是有风险的 怎么做是绝对不行的 这时候他就会把一件事情 自然而然的简化哦 再接下来呢 母羊觉得双鱼座有一个很好的特质 叫做不分你我 不要跟别人去做竞争 这也是很棒的 把一件事情简化的方式不是吗 母羊会偷偷的学来哦 因为他会觉得 如果我一直用自我的立场 去看一件事情 处理一件关系的事情的话 他会觉得可能别人会觉得 我不好相处 那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是不是就会遇到障碍呢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我把别人的事情 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处理 这件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觉得母羊 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 后急勃发 越来越懂得怎么样把事情处理好 怎么样把自己的缺点 完美的去转还好 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多多跟他交朋友的原因 简单直接又热情 牡羊座喜欢简单怕麻烦的原因 觉得勾心斗角太累人了 现在的生活资讯 都是非常复杂 而且很细节的 虽然这些细节和丰富的资讯 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 但有时候太多 我们内心所累积的那种怕东怕西 或者说是不是我不懂别人懂 这种情绪的张力和压力 反而会导致我们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 变成一个想得多 但是做得少的人 这时候我们不妨跟这三个星座学一学 把一件事情简单化 或者是把我们的内心简单化 那所有的事情做起来就会顺利多了 祝大家都有一个简单开心的心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